蓝1技能被动的加速效果赋予蓝在野怪典之间高速转移 从而快速发育支援的能力 这也使得蓝能快速积攒装备优势并转化为盛世 我们希望限制蓝1技能的加速 以达到限制蓝滚雪球能力的目的 同时我们限制了蓝2技能的突进距离 以降低蓝在单人切入时对敌方英雄的威胁 我们发现竟由于AD加成较高 在顺风局中很容易利用装备优势对对手造成过强的碾压 而逆风局同样会意味经济原因无法得到适度的能力成长 因此我们将部分AD加成属性挪制基础成长中 来拉近镜在不同队局中的表现 曹操的一些体验问题还需要继续被优化 最突出的是大家比较关心的1技能位移距离的问题 本次调整中我们提升了曹操1技能的位移距离 来改善曹操接近能力欠佳的情况 同时我们将一部分曹操的后期能力分配到了前期 让曹操无论在打野或前期对线时都能有更好的发挥 1星使用面积较小的3技能配合极短的冷却时间 在压塔等特定场景下能达到极强的战术效果 这让对抗方有些疲于应对 因此我们针对小7盘的冷却返还进行适度的回收 另外我们调整了1星伤害的前后期分配 以对其前期作战能力进行降温 我们发现诸葛亮在打野很容易收获过多经济 而给对手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作为中单时 诸葛亮由于经济不如打野时那么足 在后期与敌人短冰相接时会有些困难 我们调整了诸葛亮的打野速度 并加强了他的生存能力 希望拉近诸葛亮在中单和打野两个位置时的表现